你们信佛信佛是迷信 还会有这样的说法 我们现在通过学习知道 学佛不迷信 我们有义务 向家人朋友身边的有缘人说明 学佛不迷信 但是在社会上 依然有一些 借佛教名义的迷信现象 这里举例说明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 比如说 不少人认为 烧纸钱是佛教的现象 各位 烧纸钱不是佛教的 这个大家知道 佛教不提倡烧纸钱 这一点大家 要让更多人知道 还有人认为 那些抽签算卦都是和尚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和尚还要做这个呢 很多人以为到寺院 就是烧香拜佛抽签算卦 打包全都算在里面了 这个是迷信现象 这不是佛法中所倡导的 还有那些神通感应 装神弄鬼的事情 各位有没有听说过 也有啊 学佛人注意了 学佛人特别注意了 这些现象 不是佛教所倡导的 神了鬼的这些学佛人 就不要挂在口上 也不要感兴趣 有人说你学佛来问个事情 有没有鬼呀 你怎么不问有没有佛呀 我是想问一下 鬼是不是真的有啊 你问吗 那说明你心里有 你心里没有 干嘛要问呢 你说有人见到鬼了 怎么那你就问他 你问我 我跟你讲讲佛 佛法讲佛 各位 佛法重点讲 怎样学佛 怎样成佛 那鬼法 才天天讲鬼来鬼去的鬼故事 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认识清楚 还有民间有一些 所谓的附体现象 这一点学佛人要认清楚 这也不是佛教 所倡导的 佛法就是教我们 过觉悟生活的方法 对于这些神神鬼鬼的事情 不要有兴趣 有人说这是佛教的 那我们要说清楚 佛是教我们如何过觉悟的生活 就是论事 有人说那地藏经上不是讲很多鬼吗 那是一个专业领域 那是一个专业的区 到那个区再说那个事情 现在我们讨论的是人间的事情 重点说一说 人的生活该怎么过 把人的生活过好了 再说别的事情 各位听仔细了 现在我们是人 我们学佛在人间 我们要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人间的生活上 在人间生活中 学佛做佛最终 成圆满佛 那么多 我们要把事情开始